很多層要当个将军不容易啊 你知道吗 里面呢裤子要穿 然后呢这个盔甲要穿 然后呢一层又一层的 为什么 因为呢真的到战场去杀敌的时候 这个盔甲就是保护自己 但是很重哦 体力要好 今天我们先来看看 如果你的这个健康有问题的时候 不要说大将军啊 连当个兵啊 当个足你都没有办法 我们先来看一下 其实现在有很多人的这个 健康其实出现问题了 我们来帮大家健康大盘点一下 过年很快就结束了 大家吃了很多 也很满足 对不对 身上多了一层 摸得到肥厚厚肥猪猪的一些油 你发觉你身体出了一些状况 你可以做一些自我检测 第一个你是不是发觉 你开始上班啊 十点钟照理讲身体要很好 精神很好 开始打哈欠了 精神不济 才刚到公司没多久 可能平常这个时候过年 你还在睡觉 第二个头部感觉越来越重 颈部僵硬 这个感觉有点像我今天戴的这个盔甲一样 有没有 这重重的压着我 我也觉得这个好像眼貌惊心的感觉 这是因为你瘦压得重 很多人颈部僵硬是因为胖 胖 堆了很多油 一直堆在这儿 血管里面多了很多胆固醇 吃太油吃太好了 开始觉得疼痛 第三个体力变差 没几步就喘 过年前还不错哦 对 可是发觉过年后 怎么爬了几届楼梯 你就发觉 一直穿大气 人家问你说你怎么了 你说没有 我在深呼吸 其实你很喘 对你不好意思说 然后呢皮肤变差了 对 为什么 因为你尝到堆积了很多的垃圾 产生很多毒素 反映在你皮肤 开始长痘痘了 对 干燥暗沉 黑色素 奇怪怎么 不会代谢掉 脸型变圆了 吃太多了 然后呢 这个是不好意思讲 对不对 男生会两指一掐 对 女生也会一掐 不管是掐这里 这里或是这里 或是臀部 一掐 好像多了 好几层的油 你再讲一次 你说这个地方掐一下 蝴蝶袖掐一袖 中广身材 中广的身材 腰部 女孩子小腹 男孩子上腹部 还有女孩子最多的 臀部 就是离型的平裤 一掐 奇怪 怎么多了两斤肉 不知道该怎么办 对 合身的牛仔裤 所以就裤头扣不起来 扣不起来 腰太粗 臀部臀围加宽了 所以你扣不起来 然后大腿又变紧了 三宽 腰宽 臀宽 腿也宽 是 然后呢 三双肝腰子胆固醇指数 你的健康血管里面的这些垃圾 就像粥一样 就像那个膜 粥粥固固 越来越浓稠了 就是你胆固醇 三双肝腰子越来越高 也就是说整个人的血液 都是黏乎乎的 黏乎乎的 春天本来是 应该是一个心情很好的 对 照理讲 你要这个出门吹口哨的 可是你发觉自己的衣服穿不下了 走路会喘了 开始摸一摸自己的身材 不像过年前的自己 你心情开始不准了 所以我们当我们的健康 其实我会发现 有很多人都已经对号入座了 为什么 因为你会发现 我就在这里面 很多人对七个号都对到了 对 真的就对到了 像我就很容易觉得说 自己疲倦了 精神不济 你看看 我堂堂一个常胜将军 怎么可以 这样子的疲倦 你要有标杆 要有标杆 对 可是我们今天这个肠 到底有没有写错字 我们观众朋友来仔细瞧一瞧 为什么这个肠 一定要让它胜利呢 肠肠 现在有很多人 其实他的问题在哪里 他觉得他是背肠艰辛 为什么背肠艰辛 因为我们的肠道 其实累积了太多太多的负担 我们肠道是人体里面 最大的器官 可能很多人不知道 小肠啊 从我们的胃 开始往后接那个小肠 十二指肠 回肠 空肠 这样接下来 它有五公尺肠 人的身高大概三倍到四倍肠 你说肠子啊 对 小肠 小肠就这么长 小肠这么长 然后呢 从小肠接到大肠 就是盲肠 然后接到这个节肠 再最后的直肠 它有大概快两公尺肠 今天我们有个肠道 对 我们有个图片 让大家看一下 好不好 今天我是常胜将军 当然要更了解我肠子 到底是什么问题了 哎哟 这是小肠哦 你看咯 小肠在哪 从胃这边十二指肠接咯 接过来之后 这边都是小肠咯 空肠啊 回肠 空肠回肠是接 接到这边是盲肠 盲肠接过来是节肠 对 然后最后这边就是 我们累积分辨最多的 叫什么 直肠 这边就是肠门 所以我们想要讲说 这么有的人什么 一根肠子通到底啊 我们都以为肠子是直的 哦 它是九弯十八拐 它真的是九弯十八拐 对不对 所以吃进去的东西 从食道经过胃 小肠到最后从肠门出来啊 其实它经过九转千回啊 如果肠子不太健康 基本上你很难打仗的 那我后来发现说 你看看哦 它跟我们这个狼牙帮 还有点像 有点像 嘿 有很多人听说 现在的肠子 上面都这样子几个一个一个 这个东西 这个是什么 这个啊 其实如果这就肠臂来讲 对 肠的内臂来讲 那个白色的凸状啊 是 就应该叫做什么 它的席肉 就是席肉 所以有很多人的肠子里面 长席肉 为什么会长席肉 对 因为哦 其实在这个直肠的地方 或是在我们比较上面 这个结肠的地方 因为累积了很多便便 或是一些垃圾 它吸收完水分之后 开始变硬了 就在这些地方吗 在这里 在这个地方 在这个比较粗的 比较粗的地方 盲肠 结肠 直肠 它会在你的内壁摩擦 就像你皮肤摩擦久 会破皮嘛 破皮结痂 结痂就会长出 就像狼牙棒一样的 乳凸状 这样一个凸状的席肉 然后这个来回 一直磨出血 所以有些人会血变 那你来回这样的摩擦 到最后 这个席肉啊 很容易转成 叫癌细胞 所以就变肠癌 好可怕 没想到 我今天以为 我拿到这个东西 以为是个鸡腿啊 要把它吃下去 没想到 这个可怕的 这个狼牙棒 很像我们现在呢 很多人的这个体内 其实呢 就长出了这些 乳凸状的东西 是 也就是在肠子里头 已经开始长席肉了 所以观众朋友 今天呢 这个长盛将军啊 要换人做做看 好不好 好不好 我们如何呢 来掌握肠道的健康 尤其刚才我们这个 呃 逸坤跟我们说呢 其实肠子是我们 最大的一个免疫器官 是 如何呢 把它照顾好 你就可以做 长盛将军了 好 我们先进段广告 好不好 今天呢 有很